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证状态能在亚军会前恢复 李皮对张修为非常关注 张修为最佳事件发生后 李皮就第一时间公开表示 希望大家能够用宽容的态度对待年轻人 张修为是1915国庆队的中场核心 也是国内少见的全能中场 号称中国魔敌 不过足协并未考虑李皮的建议 如今解禁之后 依然被禁赛 这下彻底激怒了李皮 要知道 张修为是李皮助手 国庆主帅马达洛尼清典的球员 C罗在曼联时期 就发生车祸撞坏了200万的法拉利 但是福格森依然选择信任他 如今除且担心的影响 无非是害怕影响到自己的帽子 这样看来 国庆的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请不吝点赞